这次北京的防智展非常的失败 虽然我们没有参加了 但是还真没有办成 去了三天在防智展路边上待了三天 然后呢了解了当地防智展的一个情况 然后结束了防智展结束了 因为疫情防控为了大家的安全临时取消 后期呢什么时候开还没有具体的通知 我现在回老房了 回老房那个中秋节了回家待两天 这个标件床吧睡着感觉不舒服 尤其是我喝完酒之后感觉睡着不舒服 睡大床睡习惯了 今天呢我就要把这个床 双儿床给它铺成一个大床 大床必定是两米乘两米睡着也舒服 随便打滚 我这人不老实 现在呢我把这个床给它铺成一个大床 这也是我在北京防智展买的一盆花 花了我二十大羊 看我能不能把它咬死 现在呢 偷床睡觉 好了 这就是一个大床模式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简单 然后就可以变成一个大床 在床上随便滚 随便睡 还有380能把一个3米8的一个空间 变成了一个两米的一个大床 好了 喜欢房车旅行的 喜欢房车生活的 想了解房车的 点个赛 好 好 好